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万一千点快开上去 不要胡思乱想 权力冲刺520 权力冲刺520 找底部的股票买 不要去队关 你追强势股没意义 你看昨天强势的 权力冲刺1月达大涨 今天大跌 长龙昨天大涨 今天大跌 都涨那么高了 都涨那么高了 你在追他干什么呢 对不对 跟我一起来买底部 跟我一起来买底部 一天一个便当而已 一天才一个便当钱而已 今天大涨了 一天31块 一天有三万块 涨太拳 涨停 一天就7%了 台光店 今天也大涨 伪创 也大涨 台达店 今天也涨 会博博 划不划算 而且带你进 也会带你出 带你买 我也带你买 带你进 也会带你出 昨天美国 发布4月的PPI 以前都先 发布CPI才PPI的 这次不知道为什么 先发布PPI 4月的PPI 年增 2.2% 3月是1.8% 比市场预估来得高 所以这个数字 发布是不好的数字 所以美股昨天是开高 先走低 可是联总会出来说话 不会升息 降息时间表还不知道 可是确定不会升息 联总会话讲完之后 美股开始一路翻扬 道总涨126点 四大指数 全部都翻扬 我前天就给大家看过了嘛 对不对 周线的部分 已经黄金交叉了 周线的黄金交叉 会不会是一个 波段的行情 前市 一大波 波段本来 周线本来是一个 比较破断的趋势嘛 对不对 非常棒的问题 黄金交叉也出来了 前市黄金交叉 一大波 再次又来了 所以美国经过 两个月修正之后 会不会重启一波 新的多头趋势 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美股的部分 昨天ADR还不错 台积电3.7% 连电日月光都还不错 AI部分 Intel1.7 美超为5% AMD1.7% 灰达1% 昨天AI整体表现不错 那我之前也给大家看过了 经过两个月的修正 尤其 AMD不再写到 美超为不再写到 接下来 台北国际电脑展要开幕了 有没有机会 带动AI股票 重新 风起云涌 再来一遍 去年AI 也是从 电脑展开始的嘛 记不记得 这次电脑展前 经过修正 即将来的电脑展 加上半导体指数 黄金就要它出现 有没有机会 再来一次 大家注意啊 这一次的电脑展 完全以AI为主轴 这次电脑展 完全以AI为主轴 规划六大主题 全部都是跟AI有关系的 同时也新增三个区块 三个主题 就完全都是以AI为主轴 在办这次的电脑展 昨天 AI股票已经大涨了 技嘉维新华硕 对 创意试心致源 伪创 伪影 神达 音业达 今天传出来 亚马逊参加 试心的师母 有亚马逊 今天一开场听办 整个AI又被带上来 台光电 台药 创意 试心 包含 微影 伪创 窗壶 金像电 这还只是 暖身而已哦 这才只是 暖身而已哦 就跟大家讲 千金难买早之道 千金难买早之道 什么叫千金难买早之道 你要有前瞻的分析 领先的布局嘛 对不对 当别人都还不知道的时候 你已经嗅出那个味道 你已经开始领先卡位布局了 等到行情一发动 边棒才叫啦 是不是 你看前几天 大家都在讲航运股 再讲营建股 林特彦开始跟大家谈 林特彦就开始跟大家谈 台北国际电脑展 我开始跟大家谈 台北国际电脑展 这两天是不是开始动了 这就是千金难买早之道啊 我的分析永远都是领先业界的 我的敏锐度永远都是领先所有人的 所以行情往往在还没发动之前 我就已经注意到了 而且领先卡位上车在里面 你们每天听我节目你们知道 对不对 昨天创新高 今天又创新高 所以不要乱乱想 不要胡思乱想 就是在做520 就是在做520 我说多久啊 我讲一个多月了 这个多月来 我一直用智商图卡再告诉你 说法完全没有变 这个多月来 我完全用智商图卡告诉你 就是在做520 你要敢买啊 你要敢买啊 敢买你敢买有钱 对不对 不要去追高 不要去追强势股 我们找台北国票买 找底部的股票买 行情一直在轮动 你看昨天强势了 军工股 昨天航运股 我提醒你了 小心 涨太高了 成交量 一天翻了两三倍啊 一天翻了两三倍啊 昨天长龙还涨 是不是大跌了 是不是大跌了 我早晚在拿去吗 我早晚在拿去吗 昨天会提醒你 航运股 小心不可以追了 全市场就我而已啊 其他所有老师还在股涨 对不对 我叫你不放在堆啊 不是大跌了 老师还在帮你看啊 去那拨啊 你再去追 太慢了嘛 要买早就底部就该买了 对不对 要买早就底部就该买了 等到大涨之后 包粮再去追 你就要被套了啊 不是吗 今天换银行股起来 今天换金控股起来 就是在护盘啊 这个就是护盘 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要领先市场 别人还不知道 你就知道 但它有用嘛 达美航空大涨 我看到了 那他不会去 我就跟大家提醒了啊 讲说是不是大涨了 那底部买进 是不是千金来买早知道 这样是不是千金来买早知道 别人不知道 你已经知道了 武航也是啊 人两脚级四脚啦 你怎么对不对 底部提前布局 让行情推升你 轻松获利 一定是这样 行情跌你要敢买 危机入市 才会有超额利润嘛 一直都是这样子啊 大跌一千点 你等一下叫你赶快买啊 你看四月二十二号 你赶着欲求的 不管材料KY 塑天 长龙行 台光店 全部都贪大钱啊 当天赶下去买的 全部都贪大钱啊 一个便当的侯买 一个便当划不划算 资讯费不是重点 你的输赢比较重要 资讯费都只是一点点的 小成本而已啊 你的输赢才是真正的关键啊 输赢还是重要啊 我给你找你还大拨 敢买吗 一开盘就买了啊 对不对 新黄金八块半 台达电三零五 机家两百八 尾创一百一 你看新黄金 是不是底部 镜子那么高 八块三八块二八块四 怎么大器啊 上门大转 台达电 三零五买 三零五买 隔天 马上大转 一档台达电 三百八跌到两百七 上来买 也是零天再买的啊 对不对 三百五卖一次 拉回来告诉你 又可以买了 虽然买起来 三二六 卖三二零 卖完通知 三零五再买回来 你看那种台达电 两百八买 三百五卖 十张七十万 两百九十五再买 三百二再卖 十张又二十五万 三百零五再买 又上来 又二十八万 三档加起来 一百二十万 买个十张三百万 三百万 做三招百二万 还好贪吗 就看你会做不会做 看你会做不会做 技嘉两百八 今天技嘉跌啊 跌就跌嘛 对不对 也有三百一啊 两百八就买了 你那倍就买了 尾创一百一买的 今天尾创 一百一十七啊 违纪入室 就会有超额利润 违纪入室 就会有超额利润 你看论态拳 我事先跟大家讲过了啊 南三人寿 今年赚很多钱 论态拳 估计 第一季 至少四块钱以上 六十买进 礼拜三 顶礼拜三 六十一点五 再加码买 就涨停了啊 礼拜一就涨停了 顶礼拜三 三个脚八 六十一块钱又加嘛 这礼拜一就涨停了啊 财报四点二八 跟我估计的 跟我估计的 有没有很接近 有没有很接近 这个就千金难买早知道嘛 很多事情 不是等它发布 发布的太慢了啊 你要事先就算好 事先就掌握住了 这样你才可以领先别人买嘛 对不对 还没发布我就预估四块钱 发布出来果然是四点二八 不止啦 四月赚更多 四月赚更多 我昨天 我昨天 昨天 润泰权 六十七 再加码买 昨天六十七又加码买 今天又涨停 今天又涨停 那你六十买的 一张六万 十张六十万 到今天 一个多礼拜时间 七十五 一张一万五 十张十五万 买个十张 六十万 你们都有啊 六十万一个多礼拜时间 赚十五万 好不好赚 一向走不一向走而已啊 今天最新的 每股净值 已经拉高到 九十六点六 你想哦 第一季就四块二 今年全年 十四块十五块 有没有机会 一年赚十四块十五块 股价才七十几 每股净值九十六点六 会不会来 会不会来 你看是不是又是底部买进 拉回家嘛 拉回家嘛 这样会不会 满不满算 银费院有让你去追高吗 是不是全部都是底部买的 是不是全部都是底部买的 而且都是赚大钱的公司 自新 这都给大家看过了 完全没有涨 买完就大涨 拉回家嘛 趁大跌就加嘛 买完之后继续涨 这样付费 对 三百卖出 没什么是落下的 这就掉下来了 溯天 是不是买底部的 是不是买底部的 两百五卖一趟 十五三四万 买到处 两百七卖出 两趟 八十万 买个十张 两百二十万 你们都有啊 做两趟赚八十万 会买买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三十八才会容易嘛 是不是 也是我在做的 美食 三百有跌到两百 只有林何彦敢做而已啦 第三趟 是不是告诉你 三百三卖出 不要再求啊 三百三卖出 是否下来啊 得到两百七了 我带你进 就会带你出 你放心跟着我做 把你有限的资金 集中在最具爆发力的单股 融赚单股二 目标至少 去年创新高 今年又成长一倍 底部才刚完成 这周开始的上当了 今天起五趟 今天起五趟 这就融赚单股 把资金集中在最强的股票 行情发动之后 爆发力最强 我们现在即将推出第三档 我们现在即将推出第三档 有兴趣想要集中资金操作的 欢迎回到现场 这个礼拜擅长讲座 礼拜六下午的台北 礼拜天早上在高雄 下午在台中 台北国际电脑展 AI风起云涌 这两天已经开始慢慢上来了 AI加起来七八十档 哪几只股票 爆发力最强 你给我两个小时时间 我给你最标准的答案 你可以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听我的分析 不知道报名在线的 等一下广告时间 记得打电话进来报名 今天台北股市 161点 这个不重要 那没重要 买对股票才重要 全力充斥520 卖对股票 我们资底部的股票费 不然跟你们合作 我带你进也会带你出 会买底部 三十趴五十趴 持续累积获利 而且代进代出 兼财报 最后一天 全部都会出炉 你要找 在底部的 不是在高档的 在高档财报发布完之后 就会掉下来 对财报发布完 就掉下来了 财报发布完 就掉下来了 所以你要找底部的 你看技嘉 业绩大爆发 周期都事先算好 给你看了 再次跟大家算好12天 第12天到叫你要买 你有没有 12天到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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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买起来 是不是每次都叫你买底部 有没有 是不是每次都叫你要买底部 台光电 业绩大爆发 周期都算给你看了 最后两天都提醒你了 你有没有没有 你有没有没有 有没有 马上要大涨上来啦 买个食尝就74万了 你有做吗 你有做吗 我刚才这天买的 你有没有 我一直都已经喊到600了 都花到600了 材料KY 时间都算给你看了 最后两天 你有没有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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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给你第二次机会 礼拜一大涨 第一季财报20.48 嚇死人了 今天又大涨 法类已经估到今年赚100块钱了 赚100块钱股价在这里 你要其他赚4块的 赚2块的 跟他差不多 赚1块的比他高 你说股票是不是太离谱 还有很多党 我没有时间讲了 没时间讲嘛 谁爆发力最大 等下广告时间 打电话进来报名 礼拜六早上下午台北 礼拜六礼拜天台中高雄 祝您高兴顺利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前线评估 另次负投资风险